他看着他的僵尸奴隶 听见了妻子的声音穿过坟墓 正在呼唤着他 他在棺材里对他说话 提出了一个残忍的要求 大家好 我是烟猫动画的放映员木木 够了这么久 实在抱歉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部定格动画 蒂姆波顿的早期作品 文森特 你或许没有听过这个人 但你一定知道 剪刀手爱德华 大鱼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讲史新娘等等经典的奇幻电影 在这些作品中 大多都包含了一类共同点 坏蛋 黑暗 哥特 而文森特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年仅七岁的文森特 有着不像这个年龄的体贴 是一大人们眼中有这样的好孩子 更是妹妹心中的好哥哥 就连文森特的姑妈 每次来拜访他们 都会夸他乖巧懂事 但这都是装出来的 因为他是个喜欢幻想的男孩 脑子里无时无刻充满着各种想法 他觉得自己是另一个 像文森特的恐怖电影演员 生活在昏暗的古堡中 整日与蜘蛛蝙蝠为伴 他可以独自品味 创得出来的恐怖 还能在空旷的回廊上徘徊 窝得孤独且痛苦 虽然总是在姑妈面前表现得很讨喜 但文森特脑子里 却想把他放进自己的拉箱馆中 除此之外 他还幻想着 用自家狗狗做实验 尝到出一只恐怖巨大的僵尸犬 但文森特脑海中 不单只有这些怪异的想法 偶尔他也会用画画阅读 消磨时光 当其他孩子都在看励志书籍时 他却沉迷于 爱德加艾伦波的作品 那天晚上 书中有一段描述 让他感到无比恐惧 甚至脸色苍白 文森特无法忍受 如此恐怖的事情 因为他那美丽的妻子 被活埋了 为了确认对方已经死亡 他甚至挖开他的坟墓 但实际上 文森特丝毫没有察觉 自己挖的是母亲的花圃 他被赶回了房间 走回去时 他觉得自己将被流放去末日之塔 陪伴余生的 这妻子那幅美丽的画像 突然 文森特的母亲从进房间 生气了对他说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去外面真正的玩 今天眼光明媚 是多么美好的一天 文森特试图去说服母亲 看到海中 常念的孤独 与世隔绝 让他变得很虚弱 什么都讲不出来 于是他在纸上写道 这座古堡令我沉迷 再也无法逃离了 结果这让母亲更愤怒 哪有这么糟糕啊 一切都是胡子乱想罢了 他是名叫文森特的七岁小男孩 不是那位出演过 大量恐怖片的传线演员 文森特·普莱斯 当他母亲的怒气消散 文森特慢慢后退 背后是古堡高高的城壁 房间开始膨胀炸裂 他的恐惧已经达到巅峰 仿佛从影子中 看到了自己的僵尸犬 而那位美丽的妻子 正在坟墓中呼唤他 并且提出了一个残忍的要求 无数只骷髅手 从墙缝中伸出来 之间为止的所有噩梦 将文森特淹没 为了从无尽的恐惧中逃离 他伸手去开门 可是文森特摔倒了 没有生气的倒在了地板上 最后一刻 他用秋软的声音 读出《爱的家爱顿破乌鸦》中的一句诗 我的灵魂啊 背着黑暗笼罩 再也起不来 要想摆脱 永不再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画面中的成年人 没有出现头部 代表了现实的力量 而文森特却相反 他活在孤独的幻想中 看望着解脱 最后也在这里消散 全片基调 黑暗阴沉 充满了歌头式风格 喜欢的人能很快看到 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不过影片中还有一点非常妙 旁白配音 就是那位 出演过许多恐怖电影的演员 文森特 普莱斯 好了 我们下期见